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秒传智慧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1年独师第一计划第四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书目是《人工智慧在台湾》 这是陈审伟先生以跨异则独有的视野 致力于推广AI在各产业的深化应用及创新转型 所写成的一本书 《人工智慧》英文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 它的意思是用程式的方式能够达到人类需要运用智慧 才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AI它既有人才 资料 找问题 演算法 运算能力等五大要素 若是它会思考 会推理 会自我学习 并且能跟人对打如流 甚至有自我情绪的话 那我们就称这样的AI就是强的AI 早期由领域专家写下决策的逻辑跟经验规则 就形成所谓的专家系统 应用统计从样本中早知真相 既而现在让电脑进行机器学习 从资料中应用运算 归纳出规则 最后机器它能够自我学习 及深度学习 甚至能够根据已知去预测未知 哇 越来越神通广大 这本书的作者是陈生伟先生 他是一名资料科学家 也是一名人工智慧专家 他专注于大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慧 计算社会科学 还有多媒体系统的研究 他对推广台湾产业AI化不以疑力 所以被尊称为台湾人工智慧的播种者 很可惜他在44岁就已经往生 堪称英年早逝 我从他身上仔细研究 可以有以下这三个观念 值得大家来了解 纵观陈生伟先生44岁 短暂灿烂的一生 大概有三种身份的转换 先从城市设计人 变成学术界的人 最后变成产业界的人 比如说作者10岁的时候就接触电脑 喜欢上城市设计 看到没人做的工作 他都会捡起来做 所以他自称为是技术的传教士 他在国高中时期最沉迷的休闲活动 就是写城市 所以他自己是天生的城市设计师 他以软体开发为毕生的置业 这就是所谓的城市人的知情 作者在清华大写四年级 研究所二年级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骇客工程师 近日台湾大写博士班后 他决定投身以资料科学的学术领域 从通信协定 网络效能 伺服器设计 使用者行为 帐号盗用等等方向缺日 甚至有发表了十多篇的论文 那这就是所谓的邪术人的实情 在进入中央研究院后 除了从事多媒体 网络跟系统研究外 同时他很积极跨界 跟政府及各方的企业合作 创办资料科学跟人工智慧的年会 然后成立台湾人工智慧协校 借接了邪术跟产业 促成产业创新跟转型 甚至亲自下海担任 转变企业AI管理思维的诗 所以王文彦先生认为 每一位企业经营者 都应该仔细阅读这本书 才能活用AI于企业中 我仔细看了这本书之后 找出三个重点 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个是AI是什么东西 任何电脑能表现出 类似人类智慧行为 比如说感知 学习 推理 协助人类劫测 并采取行动的科技 比如说以心电图来判断 是否心力不整 或者是刷脸坐车 无人商店的自动订货等等 这些都是AI的节奏 但是陈森伟先生提醒大家 AI不是万灵丹 它没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第二个重点是AI产业化 还有产业AI化 在协研界研究者在AI 协数会议上发表论文拼个高下 然后朝着多元化跟服务化的技术去发展 在产业中的话则活用AI来进行转型 或将AI以产业形式施施 也就是说产业AI化会促进AI产业化 而AI产业化会滋养产业AI化 所以这两者缓缓相扣 就可以创造更有竞争力的未来 第三点是AI的未来 例行性的行政有目的 以非当面的沟通 可量化有资料的劫测 跟模仿以排类组合的创造等工作 都可用AI来解决 能让AI为我们自己来工作 成为最佳助理 达到人机协作的境界 是影响未来职场竞争力的关键 OK以上这些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 陈申伟他没有花政府半毛钱 却勤测勤力在2018年 创办了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到目前为止已经信念超过 一万名以上的AI人才 是台湾产业转型升级 跟创新的胜利金 以上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要内容 如果要我龙缩成一句话 那就是陈申伟对自己跟台湾的旗席 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就想到AI 而看到台湾在AI的成就 就会不禁赞叹WOW的一生 OK再见拜拜